11月26日的九合一选举快到了 而这次的选举不止选人 还要执行中华民国史上 首度修宪公民复决 决定是否将参政权年龄 从20岁下修至18岁 2020年 民法经立法院三读通过 将成年年龄下修为18岁 2023年1月1日将实施 也就是明年起 年满18岁的青年 除了需服兵役 付完全行事责任外 也将承担赋税 缴纳健保费等义务 但这些青年却未被赋予参政权 我18岁了 就像刚刚说我要缴税 我要挡兵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 选出一个未来可以代替我来发生的 不管是名义代表也好 还是行政官员也好 今年3月25日 立法院以109票 全数通过18岁公民权修宪提案 而根据修宪制度 立法院通过提案后 将交由全民复决 在立法院里面 不论是执政党 或是在野党 它全部都支持 零票反对 最后通过 那我觉得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过去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议题 在立法院可以获得 这样超越所有的事情 公民有参政权 是台湾这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基本原则 而台湾近年 人口迈向高龄化 少子化 有社会资源分配 往高龄人口倾斜的疑虑 或许降低选举权年龄 更符合世代正义 能让国家平衡发展 我们现在的投票的年龄 人口的中位数是47岁 那我们现在就下长两岁了 就是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变成45岁 让更多人一起参与 更多年轻的生意 一起注入这些活水的话 我们也会比较愿意去创新 也比较愿意去进步 这次有1900多万人有投票权 修宪复决要过关 必须要有一半以上的同意票 也就是要超过960万票 这是个非常高的门槛 中华民国史上投票史上 最多人得到的票 是蔡英文的817万票 所以这个其实比他还硬三声 多出了一百多万 根据今年10月中的民调 选前一个月 还有将近一半的选民 还不知道这次的选举 将一并举行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 公民复决投票 中间选民更有一半以上不知情 选情除了北部以外 其他县市又很冷 就不太会有人愿意返商投票 目前台面上的每一个政党 它都是支持18岁公民权的 那这个会是让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因为它没有一个 制造一个对立的冲突 那就没有人在讨论 不少来自高雄各方的学生 要向有投票权的大人们拉票 请他们投下同意票 成员们大多连上台说话的经验都没有 如今却鼓起勇气站上街头 还寻回跑了近十个县市 拿起麦克风倡议诉求 11月26号除了地方选举以外 还有18岁公民权的九千复决 一定要投下同意票 我们没有办法投下这张选票 所以才要在倒数23天的时间 站在街头上告诉大家 拜托大家 而满18岁应该要有投票权的想法 以在青年间开支散业 我们不应该是先审核一个人的成熟度 才决定要不要给他选票 而是我们如果给他这个政治的参与权 他就才有机会去关心政治 他才有机会去了解我们的公共事务 那才会更加成熟 这一次不通过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际报导 他会变成就是说台湾人民不同意 就是投票年龄是18岁 我传递一个错误的讯息给国际社会说 你看台湾人的公投他们自己 他们不要18岁公民权 立法院与四大政党 以凝聚出支持18岁公民权的共事 目前的关键是 选民是否愿意踊跃投下同意票 一起冲破965万票的门槛 让台湾跟上全球民主国家的潮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